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8月 他被球队租借到英冠球队西布朗为期 为期一年 28岁的德怀特盖尔在现在英冠联赛中如鱼得水的一幕 目前在五场比赛中他已经打进三球 表现不错 据悉有中超球队盯上了这名被租借到英格兰二级联赛的球星 有球队为他提供高达20万英镑周星的报价 折合年薪960万英镑 这几乎是中超一流外援的待遇 报道中没有提及到底是哪家中超球队 据悉 由于很多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在英超站稳脚跟 因此德怀特盖尔即便在租借期结束后也难以回到纽卡斯尔 这也可能是他下决心去中超踢球的原因 对此 英媒Chronically Lit则认为他将在租借期结束后去中国碰碰运气 而在该媒做的一个网络调查中 在将近500名球尼的投票中 大概58%的纽卡斯尔球尼 不希望他重新回归球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